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外星弟弟到地球来打架的科幻片 关键第四号 故事发生在浩瀚的宇宙里 宇宙间除了地球人,还有许多其他的种族 星球大战也频频发生 男主角约翰是一名外星弟弟 他的母星劳瑞安星球在星球大战中被毁灭了 为了逃避杀戮 他和九个幸存的超能力青年逃到了地球 而他是第四位,便简称第四号 约翰的守护人亨利带着他四处颠沛流离 在一次玩耍的过程中 约翰感受到了同伴的死亡 顿时超能力失控 双腿发光并不断闪烁 他急忙跑回了家 亨利担心外星人的身份暴露会带来危险 于是决定带着约翰离开前往另一个小镇 原来在他之前的三位超能力青年 都被敌对的牙家人杀掉了 牙家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来到新的小镇后 陌生的环境让约翰有些慌张 但是帅气阳光的外星弟弟 很快就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其中包括小仙女撒拉 和常常被孤立的山姆 随着约翰和撒拉的相处 两人之间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约翰还来到小仙女的家里 和他的家人一起共度晚餐 但这一幕却被小仙女的前男友看见了 叫上兄弟准备教训约翰 没想到约翰的手像手电筒一样发着光芒 还有着力大无穷的超能力 一瞬间就打倒了所有人 约翰这英勇的表现 让小仙女对他更加有好感 而这时约翰收到了山姆的短信 原来刚刚约翰用超能力打架的画面 全都被山姆看到了 两人来到小木屋谈话 在山姆知道约翰是个外星人之后 显得格外的兴奋 因为这证明了失踪的父亲的研究都是对的 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着的 前男友的爸爸知道了儿子被打 带着警察找到了约翰 这让监活人亨利觉得不安 于是决定再次搬家 狡猾的牙家人为了引诱约翰出现 绑架了亨利 约翰决定和山姆一起去营救他 就在他们找到亨利准备跑的时候 牙家人冲了进来 约翰用超能力拼死的抵抗 但是亨利最后还是身受重伤 永远地离开了他 失去了亨利的约翰还来不及悲伤 又遇到了警察的通缉 原来约翰已经被当成恐怖分子 全城的警察都在搜捕他 遭到了警察的包围 无奈 约翰只能带着小仙女跑到学校里 准备做最后的告别 没想到牙家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面对警察的围捕和牙家人的追杀 约翰走投无路 当神秘女子第六号出现了 帮他解了围 还与约翰联手打败了追杀他的牙家人 危机解除后 约翰决定和第六号以及山姆一起 继续寻找地球上的其他的老日安星人 这一次真的要和小仙女告别了 他们一行人又踏上了新的旅程 今天的电影就最早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点个关注再走呗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